下来关系的是中委员邓振忠还有驻美代表肖美琴 拜会了美国副贸易代表毕昂琦 那么邓振忠表示双方针对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检查来进行讨论 讨论的是进度但是并没有谈到签署的时间点 那么同时也希望其他项目的谈判可以尽快的进行 也可能会用视讯或者是实体会议的方式来交互的进行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